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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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一名在深山里服役的销毁兵 平常孤独就是我的伙伴 炮弹就是我们生命不定时的炸弹 孤独与危险时刻与我们相伴 虽然我们左脚踏着筋骨 右脚踩着危险 冲在最险处 冲在最苦处 但只要岗位还需要我 我就会一直战斗下去 从1994年入伍至今 叶志强从事弹药销毁工作 已经有20年了 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 义务技能精湛 曾先后被总部和南京军区 评选为事关优秀人才奖二等奖 报废通用弹药就地销毁工作 先进个人 并容力三等工一次 然而谁又能想到 叶志强和报废弹药 绑定在一起的过程 却并非一帆风顺 当初被封到这里 首先第一感觉就是拼屁 荒凉 然后经过了解 知道这里原来是搞大消费的 心里头也放出 那段时间也比较消极 从小在深山里长大的叶志强 原本还憧憬着 大山外面的繁华景象 没有想到好不容易 从山里走出来当了兵 却来到一个更为荒凉的地方 这让叶志强心里 产生了很大的落差 在那段时间里 他感到十分迷茫 但又无可奈何 那个时候 一看到这种情况 心里的滋味 其实不好受 本来其实还想着 能去学一些应用 比较广化的技术工作 但后来想想 我当初来当兵 也就为了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既然已经这样了 那就博一下 从另一个画面来说 再怎么样 这些微信的活 你不干 我不干 那也总是有人来干嘛 随后叶志强被分配到了销毁站的销毁仪式 主要负责 报废弹药的拆卸和销毁 从小在偏远山区长大的叶志强 凭借着一股拼劲 很快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 并熟练掌握了弹药销毁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仅用了三年时间 就成为了销毁站的业务骨干 这段经历 也令叶志强受益匪浅 虽然销毁工作不好干 搞不好命就没了 但正因为这个工作性质 也就逼着我们必须 静得下心 沉得住气 要注意到方方面面 实行久了 性格上也就会发生一些转变 心态上也就不会那么浮躁 再做其他事情都会仔细了很多 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吧 除此之外 叶志强发现 从事单要销毁工作 不但能够磨练人的意志和耐心 甚至还能产生一些 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像我们在销毁的时候 有一个工序 是需要把弹王里的天梯炸药给蒸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 在蒸药室上 只要戴上衣服 嘴里都是苦的 戴久了连饭都吃不下 皮肤上都这种黄黄的 像我们那个影电影里面 那个十八同龄的颜色一样 戴起身口罩都没有用 后来干多了 我们发现 在这里长期被那个毒气增过的战友 结婚以后全都生儿子 特别准 所以我就经常跟那些年轻的战友开玩笑讲 以后想生儿子吗 想生的话就多来那个蒸药金增一增 改变命运的迫切愿望 和对自己的人生追求 驱使着叶志强不断前进 同时销毁在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 也令叶志强逐渐意识到 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能只靠拼 关键还是要掌握一门过硬的技术 我们主要从此单要销毁工作 像车工房这一块 车 钱 爆 汗 原先我们都是意图地方人员来完成的 出于安全性和变定性考虑 我们铺器使用这样的技术和人才 当时由于机械加工方面的人才缺乏 导致销毁战大量的机具改良 与设备革新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然而这种情况在叶志强眼里 却成为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结合自己部队的实际 想要在部队干得好 自己去学好机加工技术 发挥出自己的能量 这就是我应该去努力的方向 像我是农村孩子嘛 我就想在部队这个平台上 抓住机会去多学点东西 再说人总要有追求的嘛 这样对自己而后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从2002年到2004年的三年时间里 一直强凭借着刻苦的尊严和反复的实践 不但熟练掌握了机械加工这门技术 还通过自学承担了销毁战 各类销毁机具的故障维修与日常保养工作 成为了销毁战唯一一名 不仅能够进行全品类弹药销毁操作 也能够独立完成机械加工和机具围保任务的多面手 这不但让叶志强向着他的人生目标又大大的迈进了一步 也让他深刻地体会到 部队是一个实打实的地方 只要有付出就必定会有回报 然而此时的叶志强并没有意识到 在另一片新的战场上 更多的危险和挑战正在等待着他 为了确保安全 在2007年年底 南京军区决定对全区的民兵报废弹药原件进行就地销毁 叶志强所在的销毁战则主要担负了这项任务 在这片新的战场上 一栋式烧毁炉就成为了销毁战官兵最为重要的武器 但由于他的安全系数不高 再加上防护条件有限 导致作业难度和危险性大大增加 叶志强在就地销毁作业中就曾遭遇过一次突发状况 那次险情让他终生难忘 当时叶志强所负责的作业小分队 已经展开了移动烧毁炉的引信烧毁作业 一开始烧毁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然而就在这次任务眼看即将圆满完成的时候 一个突然出现的危险信号顿时让叶志强警觉起来 平常我们引信进炉 正常被烧炸的声音应该是喷喷喷的 这种声音有节奏的爆炸 但当时那个炉子突然砰砰的闷响 连续出现了这种不规律的爆炸 那种声音吓得很 当时我心里就咯哆的想 不好了 迅爆出现了 迅爆是指一个爆炸物发生爆炸时 引发一定距离内 其他爆炸物连锁爆炸的一种现象 它就是引发各类重大爆炸事故的罪魁祸首 此时经验丰富的叶志强意识到 必须马上停止新的代销毁原件进入烧毁炉 由于那个一栋烧毁炉 那炉壁比较薄 所以训爆产生过大的能量 很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炉子被炸裂掉 要是从破病从里面打出来 打到炉那就完了 所以当时我主要担心的就是这个 然而就在叶志强紧急叫停 准备暂缓加料的时候 炉内的又一次训爆发生了 与此同时刚好被送至烧毁炉口的 一斗引线中的其中一枚 突然被训爆产生的冲击波抛上了半空 然后重重地甩在了地上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 当时就巧了 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按保险程度来区分 引线主要分为全保险型和半保险型 从字面意义上不难理解 半保险型引线的危险程度更高 易志强当时负责烧毁的引线属于胶木类引线 而它正是半保险型引线中的一种 从1.5米的高度落下 就有可能让它起爆或者解除保险 所以我们平常在运输和处理这种引线的时候 都会特别的注意 这枚经受过爆风波的冲击 并且又从高处衰落的胶木引线 此刻就等同于一枚不定时的炸弹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隐患必须马上排除 面对这种情况 易志强迅速关停了烧毁炉 并命令其他战友立即撤离 随后他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 他穿上防弹衣 然后直接就走了过去 站在那里观察了一下 然后就用手把地上那个引线给捡起来了 我们当时都看傻掉了 当时处理的时候吧 就是凭着一股痕迹 你越怕它它就越找你 所以危险什么的没有想那么多 我请你那个引线之后 把它慢慢的放到传送在那个头条斗里 想要把它迅速地烧毁掉 这个时候就是赶紧排除这个隐患 然而就在这枚引信被重新启动的传送带 投掷烧毁炉的过程中 还未进炉的引信在下落时 就突然发生了自爆 事后当易志强对烧毁炉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 炉口的防护板竟然被炸出了一个大坑 主要是后怕吧 那钢板都被炸成那样子了 它要是早摘一会 那后果肯定是不干涉想的 干我们这一行 说实话 越干 胆越小 因为干多了 雪莉莉的教训啊 劲多了 它就越来越害怕 虽然自己对弹药结构啊 也算比较了解嘛 但那个引信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它会出现什么情况 但因为我是信仰负责人嘛 出了这个事我必须上 像我干了消费一二十年了 等到处理的情形也比较多 经验会丰富一点嘛 那别人去干 其实还是不太放心 反正我已经成家了 有小孩了吧 那些战友们当时也才十八九岁 万一出什么事啊 自己心里也过不去 会愧疚一辈子的 最终叶志强凭借着冷静的判断 和及时的处置 化解了这次突发险情 而他在危急时刻不计个人安危 冲锋在前的工作作风 也得到了战友们 法子内心的尊重 与一致的肯定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 叶志强每天都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所以有效的压力释放于自我调节 就成为叶志强保障自己安全作业的一道重要屏障 像刚刚我们这一样心里不能有疙瘩 比如家里有事或者压力过大 如果调节不好 在销毁的时候万一不小心不专心就肯定开小菜 那后果很严重 后来我自己的琢磨出一个紧压秘诀吧 就是唱歌哄两下 发现压力大的时候 尽情是哄两口 把心里那些烦恼 或者其他乱七八糟事情都哄出来 然后心里就会感觉特别的痛快 压力也就没那么大了 二十年的军旅生涯 让叶志强在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同时 也历练成为一名胆大心细 乐观积极的弹药销毁兵 这段经历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以此机遇 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他 在人生道路上奋勇向前的信心 和动力 虽然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 但是可以扩展它的宽度 虽然我们不能预置明天 但是可以把握今天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叶志强还以弹药销毁资深人士的专业眼光 对很多新时设备可能出现的防护漏洞 进行了详尽的风险评估 发现问题之后 他在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机加工技术 制作出相关防护部件 对新设备进行改良与加固 叶志强自信地说 别看我做出来的只是一些不起眼的小部件 但只要把它们放到正确的位置 就算是一块小钢板也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您的身边有身在军营或曾在军旅的优秀人物 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 欢迎您通过这些方式来联系我们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视频现场击尘满天 稀有动物寄居洞穴 面对紧张的工期 他们不得不迎难而上 进居以后 里面全是别人 即便新手烧毁电路 膝盖基业失去知觉 攻坚克难的路上 他又该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 讲了三十遍以后 自己也很想发火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正好感谢挫折